字幕《屠息obi》 大家對這禮拜教的 signaling theory 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23頁 嗯 好 他說我們一開始從 1 1 這個 wh 的 1 wl 的 1 開始 然後先選了 b 然後就說後面的 b 跟 n 都可以 那為什麼 b 跟 n 都可以 這個問題就是說 假如我們考慮 1 1 buy a seller 的 stretch 是 1 1 的這個 strategy profile 我們問他有沒有可能會是一個 equilibrant 那我們先說 OK 如果他們兩個都是 1 1 的話 那 buyer 的 belief 還是會是 1 2 所以他就買嘛 這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在一個 equilibrant 裡面 兩家公司 兩種 type 的公司 都選擇給 warranty 的話 那我們說在這個 equilibrant 的定義下 buyer 就無從去 update 他的 belief 當他看到 no warranty 的時候 因為 in equilibrant in equilibrant 沒有人提供 warranty 所以 in equilibrant 你看到沒有 warranty 的時候 這件事情實際上不會發生 所以實際上沒有辦法 update 你的 belief 所以你的 belief 就可以是任何數字 照這個 equilibrant 的定義 你沒有 warranty 看到沒 warranty 你的 belief 可以是 anything 那既然可以是 anything 的話 就有可能會 b 跟 n 比如說 你要是 randomly 相信 基本上就是 high type 就是 high type 那你就會買了嘛 因為你的 utility 是 5 比 0 大 你如果 randomly 相信 會是 low type 你就不會買 然後你如果那個 belief 越偏向 high type 高到一定程度你就會買 低到一定程度就不會買 對吧 所以大概是這個理由 我如果今天 belief 可以是任何東西的話 我就有可能會買或不買 而這個 belief 的任何一個數字 會決定我到底是買或不買 OK 為什麼到下面又不要買 為什麼到下面又不要買 這裡 好 比如說今天假設 我說 OK 我想知道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是 equilibrant 那 A0 A0 當我看到 no warranty 的時候的 action 假設是 b 的話 假設是 b 那就不會有任何的 seller 想要 offer warranty 假設是 b 的話 表示 如果我看到沒有 warranty 我就會買 假設這是事實 那 seller 就不會提供 warranty了 所以這兩個 seller 都會 deviate 那所以這只是要跟你說 如果 b b 不會是一個 equilibrant 所以呢 你就會考慮 b n OK 因為到這裡為止 到這個步驟為止 你這個 A0 還有兩種可能 你想問這兩種可能 有沒有可能是 equilibrant的一部分 然後你先證明 b b 不會 於是你接著考慮 好 那只剩下一種可能的 就是 b n b 有沒有可能會是 equilibrant 那 b n 的話就是 如果我看到有 warranty 我就買 看到沒 warranty 我就不買 這是 buyer 的 strategy 然後再下一個 step 再告訴他說 噢 不行 b n 也不會是 equilibrant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 buyer 是這個 strategy 的話 那 low type 這個 unreliable 的人會想 我今天的 strategy 是提供 warranty 導致的結果是他會買 導致的結果是他會買 OK 這個時候 setter 的 utility 是-1嘛 那如果我不 offer warranty 他就不買 我的 utility 是0 所以在 b n 這個 strategy 底下 這個 low type 不會 offer warranty 所以這東西 不會是 equilibrant 大概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24 頁要考慮那個 0到1 就是剛剛 0到1 卻沒有考慮 0到12分之7 然後 24 頁卻沒有考慮 0到12分之7 然後 24 頁卻沒有考慮 0到12分之7 就是好像是解那個數字要高於0 的效率 好 這問題也挺好的 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討論這個01 要不要被拆開來 討論 因為不需要 因為 你今天 你知道這個東西拆開來會怎麼樣 這個01這個東西 這個 看到 no warranty 的時候的 belief 如果你對 high type的 belief夠大的話 你就會買 反正你就不買 所以這個01一定是拆成兩個部分 我可能就會拆成以7分之7為界 然後往上往下這樣子 那你就會是買或不買 但是那都不是重點 因為你不管是買還是不買 都會有 seller 想要 deviate 那這就不會是 equilibrant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需要把這個拆開 因為我們還沒把這個拆開 就知道這個equilibrium不可能會發生 你就知道這個equilibrium不可能會發生 那這裡的話就不是 這裡的話是 這兩個 seller 都不offer warranty 那我們經過了一番的討論了以後 比如說這個好了 我今天問 OK 00 BN 有沒有可能 會是這個equilibrium的一部分 那我們這底下有句話說 OK for the former the reliable firm deviates to offering a warranty 這個 strategy就是說 buyer如果看到warranty就買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reliable你就會 deviate 因為這樣你賺的比較多 你offer他就會買 所以你會賺到 positive utility 所以你就會offer 所以這個就不是equilibrium 但是後面這個的話就有機會嘛 我們兩個人都不要offer 然後buyer的decision 的 strategy是看到warranty不買 不看到warranty也不買 那所以這個組合是有可能的 那最後我們要討論這個組合 我能不能符合被試定理的updating 所以這個時候你必須要看一下 這個在有warranty的時候的belief 能不能足以支撐 讓buyer不要買 你今天buyer可以把P設成任何一個數字嘛 因為實際上沒有人offer warranty P如果介於1 3以上 P如果介於1 3以上 那實際上buyer是會買的 那這個nn就不成立 因為P如果大於1 3 buyer在看到warranty的時候他就會買 不可能會是nn 所以這件事情只有在P小於1 3的時候 才會成立 也就是說呢你可以換一個角度想 我們呢通常我們在由上往下做的時候 第一步都是說好我們先假設 seller的strategy是四種的其中一種 所以我們有四頁投影片嘛 seller的strategy是四種的其中一種 然後我們接下來考慮在seller的strategy底下 他的belief要怎麼update 然後我們再考慮consumer會根據update 或的belief做什麼response 然後我們再問seller想不想要deviate 另外一種想法就是 我們投影片上不是這樣做的 另外一種想法就是 反正seller有四種strategy buyer也有四種strategy 加起來有16種組合 你先看這16種組合 哪一種是絕對不可能的 比如說 這個 什麼11BB 11BB就不可能 對吧 11BB就表示buyer無論如何都會買 那你就不會有人想要offer warranty 所以11BB的話根本不需要考慮什麼updating 就直接把11BB刪掉 因為11BB不可能會是equilibrium的一部分 那11BN也一樣 我們也知道他不會是equilibrium 但是00NN有可能 00NN有可能 所以你就要考慮 00NN有可能的以後 能不能有一個updating的這個system 讓00NN真的是equilibrium 這樣子 那那個BN有可能的話 我就要考慮什麼時候他才是真的有可能 對沒有錯 比如說這個好了 假設這個00BN是有可能的 那你就要討論後面存不存在有一套belief 讓buyer在看到這樣的strategy了以後 他的beliefupdating是符合被釋定理的 或是這裡也是一樣 要是11BB或11BN是有可能的 那你就要問有沒有一組updating 讓這件事情有可能會發生 這樣子 你看我們這裡討論的是11BB和11BN 我們沒有考慮11NB和11NN 實際上11NN你也可以說他是 應該要討論一下啊 但是不需要 因為11NN不符合這個beliefupdating 你如果看到11 那你在buyer看到warranty的時候 你的belief就是1.2 belief如果是1.2的話 你一定會買 你不可能不買 所以11NN也不需要討論 因為看到warranty的時候 buyer不可能不買這樣子 我想問第16頁 就是在講哪一個 第一個有講到那個heathen reliability 我想問就是 因為我第一個會想到他可能是兩率什麼時候 我想問就是這個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可能會把它跟哪一些因素存在一起 就像我們之前在看存活成本的時候 就會知道那個是資金的倫利 我想問有沒有類似的就是隱憾 這個問題大概是問說 r可能被什麼東西決定 是這樣嗎 那我們這裡說的r是我買 比如說一台筆電 然後他壞掉的機率嘛 對吧 那跟著他良好的機率 r是他良好的機率 所以r可能被什麼東西決定呢 當然就比如說 他的用料是不是實在 他的這個生產的流程 是不是受到良好的控制 他出貨的過程中有沒有摔啊 有沒有弄爛啊 有沒有這個怎樣怎樣如何 或是甚至包含 當他有微小的故障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立刻排除 比如說我今天一台筆電 他可能就是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很常就是driver忽然就不見 那你的音效卡就不能用 你的顯卡就不能用 怎樣怎樣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就上官方網站下載 然後弄一弄的話 可能就可以立刻修好 那也可以理解為r比較高 那有的公司 我們那年代很多公司的driver 就只有在一開始的光碟片裡面 給你或者是磁碟片 那磁碟片沒有你就完蛋了 對這個時候筆電就真的要送修 你可以理解為r比較低 所以r可能包含售後服務的 好與壞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立即性的那種售貨服務好與壞 對啊 那所以 對 它是一個很綜合性的一個數字 然後 我們實際上在model裡面 當然不可能 討論 那麼多產生r的東西 所以我們最終就是討論 ok好那如果r是這樣或那樣的話 會怎麼樣 不過 這個問題倒是挺好的 因為有一些研究呢 會假設說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台筆電 筆電上面有很多個部位嘛 可能 有兩家公司 這個公司的 主機板 很容易壞 那個公司的音效卡很容易壞 之類的 也就是說 不是絕對誰比誰高 而是 在某個部分A比B高 某個部分B比A reliable 之類的 那這些事情是可以加進去的 或者是有的公司 它的產品本身比較ok 比較不容易壞 但是另一個公司 產品雖然比較容易壞 但是它的維修服務做的比較好 所以壞了以後的影響比較低 之類的 壞了以後對消費者的影響比較低 那這也是可以加進去討論的 你可以想像成r有多個面向 這樣子 後來講到那個生物服務的那個影響 我會把那面影響放到eta那邊 就是個常數 那你可以說就是兩家公司 他們有rH、rL 的同時也有etaH跟etaL 然後還不一定是誰高誰低 所以可能有四種組合 對那這四種組合 可能會各有各的不同的equilibrium 因為eta的大小 會決定 比如說 這些數字 對吧 Customer的utility When the product is dead 或是When the product is fixed 所以四種不同的combination底下 你就會有不同的game要解 可能會發生不同的情況 比如說 大家eta一樣的時候 可能會separating 可能會pooling都存在 那eta如果也有高有低 而且跟r的高低是一致的 那可能什麼equilibrium 會存在或不存在 反之也有可能會存在或不存在 所以那個東西是可以討論的 Signaling這個東西是很奇妙的 他呢 你如果修一些 比如說賽局理論的課啦 或是什麼的 基本上都會教到 那有很多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比如說這一位 Arklov教授 1970年 他好像是1968還是69 去Berkeley教書 還是67之類的 就UC Berkeley 就是小弟的母校 對 然後去當經濟系的助理教授嘛 然後去了第一年 就寫了一篇paper 就這一篇 然後呢 就研究二手車市場上 為什麼這個爛車越來越多啊 就是我認為就是因為資訊 他認為就是因為資訊不對稱的關係 然後做了嚴謹的推導 然後呢就把這篇paper拿去投稿 就經濟學有這個很多很好的期刊嘛 那他就投 結果呢一投就被拒絕 然後又投又被拒絕 又投又被拒絕 就是試了三家期刊都被拒絕 然後其中 其中一些期刊拒絕的理由就是寫說 我們不需要討論 這麼雞毛蒜皮的小事的paper 就是你想像經濟學家 你在念研究所之前 要是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經濟學家 應該都覺得 討論的一定就是什麼國際貿易啦 市場金融啊 貨幣政策啊 等等的 對吧 似乎不會討論二手車怎樣 什麼蘋果有沒有爛掉啊 什麼橘子能不能吃啊 好像不會 對吧 所以經濟學期刊就有一些覺得 嗯這個二手車 這個model雖然有趣 papers雖然不錯 但是跟經濟學 似乎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議題太小 於是就拒絕他 不過他後來還是上了 經濟學四大期刊的其中一本 對啊 所以還是好東西 還是大家還是看得出來的 那總之當年被拒絕了很多篇 很多次的paper 最後還是讓他得到了諾貝爾獎 最後還是讓他得到了諾貝爾獎 因為 從他開始 大家開始討論signaling嘛 那 Spence這一篇也是差不多年代發表的 對吧 他們當然是討論完全不同的議題啦 但是本質上就是 一樣的一個 effect 去討論的就是 information symmetry 就是principle的heathen information 對吧 理論在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都是 我想到一個 你想到一個 我們focus是在某一個比較 片面或者是局部的問題 然後你說一個 我說一個 他說一個 慢慢的大家在發現 原來我們講的是同一件事情啊 然後後面再慢慢的把理論統合起來 然後有了統合起來的理論以後 大家就開始拿來用 課本就開始把這些東西放進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拿signaling來研究說 所以這個warranty怎樣怎樣 return policy怎樣怎樣 原來這些人offer這個warranty 或者是return 他也是為了要彰顯他的品質啦 那就更多啦 price如果提高可以彰顯品質嗎 畢竟很多人都說 高價不一定是好東西 但是低價一定不是好東西 很多這種說法 那也有人就會他就討論說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彰顯品質呢 比如說我提供良好的售後服務 跟warranty有點像 或者是說 不然這樣 你拿去你買回去 買了以後呢 如果說你用他用得很開心 那我們再來決定要跟你收多少錢 比如說就是有一些活動 或者是有一些商品 你買的時候是不用錢 或者是非常的便宜 然後你買完之後他再叫你自由樂捐 自由樂捐 那也是ok 就是你用得爽再付錢 或者是 你今天想像這個 某一種revenue sharing revenue sharing可能也是某一種效果 比如說我今天製造商 然後我 假設我是種田的好了 我就生產出一個蘋果 然後這個蘋果就是又大又甜又好吃 但是我是一個鄉下的小農夫 大家都不知道我的蘋果很好吃 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跑去跟這個零售商說 欸我要賣你蘋果 那 我成本其實可能很高 所以我可能需要賣他很多錢 但是他就會不爽買嘛 因為他不知道我的蘋果是這麼的好吃 於是呢我就說好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revenue sharing一下 一顆蘋果賣你很便宜 但是你之後要是賣出去 要是銷量很好的話 你再分我錢 也算是一種 有點像是提供保證 提供signal說我的蘋果真的很好吃 這樣子 總之就是人們就開始拿這些idea 去發想到各個不同的領域 就說有什麼事情是可以靠 send signal來達成的呢 有什麼事情是不行的呢 如果可以的話 要什麼環境下才可以達成 於是就也是開拓了一整個領域啊 那你現在感受到他的美好了以後 如果我們討論他的模型 你就會發現模型挺複雜的 對吧 複雜的點是在於 他的運算很多case要考慮 比如說我們這裡討論的 廠商各有兩個strategies spire各有兩個strategies 加起來就有16種了嘛 你也可以說16種全列出來 然後再去考慮他們believe updating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 他有點不像我們在做screening的時候 做的事情 對吧 screening就列一個optimization problem 你有constraint 你有目標式 你有變數 然後就 step 1到8 然後東西就解出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解釋 就沒有那麼的順利 他不像是一個問題推出最佳解 而像是一個問題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推出最佳解 那我來看看這個有沒有可能 那個有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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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signaling的研究都是 得要這麼做 因為這個model 或是這個理論的本質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這裡討論的還是 非常narrow的case 就是 seller跟buyer 或是說principal跟agent的 decision space 都是discrete 就是這個人兩個 那個人兩個 然後呢 兩個type 所以乘起來 16種 雖然很多 但是至少還是一個可數的數字 那實際上很多時候 player的decision是continuous的 比如說 要不要提供warranty 未必是01嘛 也有可能把它model成0到1之間的數字 比如說是提供一年保固 還是9個月 還是6個月 還是3個月 還是1個月之類的 所以你的decision可能其實是可以continuous的 OK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講的這個分析方法 基本上就派不上用場 或者說需要做夠大程度的修改 對吧 光現在這樣就已經很麻煩了 然後你還要做很大程度的修改 才能討論continuous的decision 然後更不用說 要是你想要的話 你還可以討論mixed strategy 就是我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那樣 而不是always都是這樣 所以實際上signaling game是很難 至少在推導上是很難做的 這很難做的 你的限制可能會很多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 這整門課就只花了一個禮拜講signaling 所以非常的受限 要的話多幾個禮拜是沒有問題 那很快底大家就會touch到那個很難往下做的這個階段 換句話說就是 如果你有志在這一行發展的話 做這個也算是一個可能突破的範圍 可能突破的範圍 不過老實說很難啦 我其實也不太會 所以我們還是點到為止 就教到這裡就好 雖然我們號稱是教研究方法的課 一個學期時間還是有限的 所以signaling 你如果能夠體會到這個程度 就是這一份教材的程度的話 我覺得就相當好了 我想問22頁就是 低的廠商提供11T 然後高的不提供 就是這個時候我會假裝我是一個消費者 我去想個見識 然後我就會想說 那我現在我又不知道 到底是高的在提供還是低的在提供 那為什麼就是如果照前一個講 照21頁講的話 那我覺得我的策略應該是有提供的 然後提供我就買 然後不提供的我就不買 因為我個人不知道是誰提供的 可是這邊的時候又可以看出 推檔的時候是低的那一個就是消費者 因為0跟互3他會去選0 那我會覺得很疑惑 為什麼就是 就是 我會不懂這個邏輯怎麼推出來的 你問的問題有一點像是說 今天我們考慮的一個equilibrium是 Seller 方面是 high type不offer low type offer 然後 根據model的設定 我如果看到是 是warranty我就不買 應該說我看到是 有warranty我就知道他是low type 於是我就決定不買 我的問題是我覺得 就是 consumer他會不知道 這是high type提供的 還是low type提供的 那到底說他應該會 會用期望值的概念 今天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 看到有warranty 我的確是不知道是 哪個廠商選的嘛 對吧 所以你本質上呢 是沒有辦法決定 你到底是哪個傢伙來的 所以 這東西是個belief嘛 就是我相信他是 high type還是low type 然後根據我的belief 做出我的decision 那這個belief是怎麼來的 或是說這是什麼呢 我們在講的是說 這個 比如說這個 我們在講的是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一個equilibrium equilibrium是什麼 是一個長期互動下的 趨勁的穩定狀態 對吧 所以就是好 今天商家不斷地在做生意 這個商家到底是high還是low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 假設他是low 然後他就offer了warranty 然後呢 我們問的是有沒有可能 這件事情會一直發生 一直發生 今天發生 明天發生 後天發生 這傢伙明明是low type 然後他想要假裝 他就offer了warranty 然後我們這些商家 我們這些消費者就是傻傻的 就一直買 一直買 然後就eventually這件事情是unstable 因為我們會想要deviate 對 所以equilibrium 一個東西是不是equilibrium 看有沒有哪個人 在這個strategy下想要deviate 看這個strategy profile會不會stable 如果你老是上當 eventually你就會發現這是錯的 然後你會deviate 但是你如果今天把他想成一個 single moment的話 的確會無法理解 對吧 但是equilibrium講的是長期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會stable下去 這樣 每一次遇到這種天氣很熱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 我們還在那邊研究什麼商家賣保固什麼之類的 真是太沒有意義了 應該是要研究什麼保護大氣層或者是水資源 或是什麼的 就是 才是我背中人應該要做的事情啊 對 說是這麼說啦 當然能力有限 所以要也是以後的事 但是你們可能也可以想像 其實你研究賽局理論和機制設計 和資訊經濟的話呢 對於環境保護也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影響的 為什麼 incentive comparable有點像 就是說到底我們研究什麼呢 我們研究incentive跟information 對吧 incentive跟information 所以說 如果你講incentive這個issue的話 我們討論incentive跟information的時候 實際上說到底是討論incentive information是影響incentive的有或沒有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已 這樣子 那incentive這個東西可以用來討論任何跟人有關的問題 比如說說得很粗淺就是 OK 大家都夏天一直開冷氣破壞臭氧層 浪費電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有人研究 夏天的時候什麼時候要把電費調漲 因為電費調漲的話 大家用的冷氣就會少一點 因為這是個incentive problem嘛 那同樣的邏輯 就會有很多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事情 比如說你也可以說 喔好 電費不要一次性的調漲 我就說不要一致性的調漲 電費可以是集聚式的嘛 在若干的範圍內的就是若干前一度 超過了以後每度電變貴之類的 或是大家應該也 說不定大家沒有在繳電費 所以不知道 每個月的電費可能會因為它比你去年同期那個月 用的電量少若干而得到折扣之類的 就是鼓勵你節約用電 鼓勵你節約用電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用我們的術語講 就是incentive mechanism 對吧 希望大家可以針對這些mechanism做response 然後可以保護環境也好啦 節約用電也好啦之類的 那比如說跟大氣相關的研究的話呢 前陣子很熱門的 就是關於碳排放量的這個相關的研究 就是每個國家大家如果參加某一類型的環保協議的話 就會說每個國家的這個碳排放量 都是有一定的限額的 你如果說要是超過的話 你就是地球的兇手啊 你就是我們大家在這邊吸廢氣 享受這些紫外線全都是你害的等等 所以這些國家不能這樣亂搞 那因此就會衍生出 那我這個國家工業其實不是很發達 我們也不太生產一些廢棄 或者是碳排放量 那不如我們就賣這些碳排放量的配額 給貴國吧 的這種碳排放量的配額的交易 懂得意思嗎 那這種市場 這也是一種市場 有市場的話就可以用incentive mechanism來研究 那實際上這麼做的人當然也很多 那或是你想再更貼近你的日常生活一點的話 比如說資源回收這件事情本身也是個 你也可以說它是incentive problem 對吧 你今天如果碳粉匣用完了 你可以選擇回收或者是丟掉 回收如果真的對環境比較好的話 那你就可以討論商家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誘因 讓你比較想要回收 那常見的方式就是 好你把這個碳粉匣寄回來我給你50塊 之類的囉 對吧或者是我倒撫收你的碳粉匣 反正就是降低你的成本嘛 聽起來這合情合理 或是還有沒有什麼更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舊碳粉匣換新碳粉匣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有一些人研究 比如說我們有一陣子市面上出現一種風潮 就是與其賣東西不如租東西 因為每個人都買新的好像很浪費 地球資源好像很浪費 那我們不如有一些東西能用租的 大家就用租的 比如說什麼例子好了 有一些人在這個我看到是美國的Paper上的例子 所以可能美國人有這個習俗 就是他們家如果要辦party 他會在家裡鋪上比較高檔的地毯 可能家裡的地毯本來很髒很破 或者是家裡本來沒有地毯 他如果辦party可能會鋪上高級的地毯 但是他也不需要家家戶戶都有高級的地毯 因為大家辦party的時間可能也不太一樣 所以理論上這東西算是可以共用的 你可以開一家地毯公司 然後就是租地毯給他 用完了就回收 你就把它好好的洗乾淨 然後再租給下一家 理論上也不是不可能對吧 然後呢 如果你做這種business的話 本質上你是說 我覺得大家因為是只要一次性消費 所以他 如果我用比較便宜的方式賣給他的話 他會比較願意買 所以你等於是就是你不做sailing的business 你是做這個renting的business 或是leasing的business 你覺得比較好賺啊 但是這類型的公司都會在網站上 就放一個那個綠色的樹葉的那個標籤 就是說我們這個公司做這個是為了環保 為了要改善地球的社會的幫助 嘛啦啦啦啦之類 那你同樣你也可以回來 你又可以建一個model去討論 這樣做到底是真的比較環保 媽還是怎麼樣 leasing是不是就比sailing來的環保呢等等 所以其實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比你想像的供應商、零售商 或者是顧客和廠商之間的事情 多很多 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說到底 來研究所就是學一個方法嘛 至於以後會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看大家的表現啦 看大家的個人的發展 假設今天我們有一個signaling game 然後呢一樣跟課本上的 跟slide上的題目一樣 我們是提供warranty 然後這個game呢是figure1顯示的 figure1等一下會秀給大家看 本質上是長這個樣子 本來是8爪章魚現在變成12爪章魚 然後他幹嘛呢 主要就是這個傢伙 這個seller現在有三個type 他有rh、rm跟rl 所以這個人現在有三個type 好 那這裡有三個possible realization of reliability rh、rm跟rl 然後那個值你是知道的 那消費者本來沒有什麼belief可言 所以就是隨便每一個人都是三分之一 就是他的prior belief 那wh、wm跟rl 就是firm的strategy OK 所以呢 payoff我都已經幫你算好了 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前面那些story你也不需要care 他反正就是有一個principle 他有三個type 每一個principle有兩個decision to make 然後buyer在看到某一些decision的一個 以後要update他的belief 去決定買或不買 然後去form他的strategy OK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一共有幾種可能的組合呢 seller一共有八種組合 對吧 buyer一樣是四種 所以加起來有32種組合 那你如果今天要解這個game的equilibrium的話 邏輯上是一樣的 你想像影片中有四頁投影片 那這裡大概就是會有八頁投影片 有八個case要討論 seller的某個strategy 產生buyer的belief updating 產生buyer的strategy 然後去verify seller有沒有人要deviate 就是這樣子 然後做八次 那當然我們不需要在這裡做八次啦 我們挑幾個case來練習一下就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110 110 110會不會是equilibrium呢 如果是的話 consumer的strategy會是什麼 corresponding the posteriorbelief是什麼 來試試看吧 110 110 我來把110這三個字寫下來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seller的strategy 110 可不可能是一個equilibrium 那你可能已經開始做了你就繼續做 如果你覺得需要點hint的話 稍微看一下這裡 我buyer的strategy打下去了以後呢 對不起 seller的strategy放下去了以後 buyer要做belief updating 對吧 那updating是什麼 表示是說我要是看到這個是有warranty 我要產生belief 我要相信high type with probability多少 median type的probability多少 low type的probability多少 換句話說就是你今天如果看到 看到一個strategy了以後 你要去問你自己 high type、median type跟low type 你的belief各變成多少 當你看到warranty是1的時候 或是你如果看到warranty是0 你要有另一套updating 之前update出來的結果 用一個數字就可以表達 現在的話就要用兩個數字 或是你放三個數字也可以 那那三個機率加起來要等於1 這是你看到warranty了以後 你相信它是high type的機率 median type的機率 和low type的機率 由這裡先算出這個 再根據這個去推得 buyer的decision 然後再去verify這個sader 有沒有人要deviate 好 試試看吧 好的 感謝大家熱情參與 我們來做一次 大家來確認一下 今天如果sader的decision是110 那你如果看到它有offer warranty 表示你知道它要嘛是high type 要嘛是median type 所以根據這個situation 根據本來是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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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把believeupdate成1 2 2 2跟0 這個我可以嗎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看到它 應該說在這個equilibrium下 我如果看到有warranty 我知道它要嘛是high type 要嘛是median type 不會是low type 所以等於是把low type的prior belief 分給另外兩個type 然後呢 因為本來是1 3 3 3嘛 所以就proportionality變大 就變成1 2 2 2 那你如果看到沒有warranty的話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low type 在這個example裡面 所以你的believe會被update成這個樣子 OK 好 那接下來這裡 如果你看到warranty的話 你相信是1 2 2 那你看看utility 一個是6 一個是3 一個是6 一個是3 然後6跟3加起來平均4.5 比0跟0加起來平均是0來的大 所以buyer這個時候就是要買 那你如果相信是這個no warranty 你就相信它是low type 那這個時候-7比0小 當然就是不要買 然後最後去confirm那3個seller 3種seller有沒有可能會deviate 那high type當然不會 因為deviate就賺到0塊錢 medium type也不會 因為deviate賺到0塊錢 low type呢 它現在是0 然後n 所以它現在是沒賺 它要是deviate的話 就會變成-1 所以它也不會deviate 所以這個東西OK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equilibrium我們叫它什麼equilibrium呢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對對對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它本質上是separating嘛 因為它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你區分出這個seller 應該說principle的type 但是它也不是完全的separating 實際上在這個problem裡面 當然不可能有pure的separating的equilibrium 畢竟三種type只有兩個選擇 所以是 這好像叫歌隆原理 所以這東西是分不完的 是分不完的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很快遞 試一下下一題 實際上其他的題目差不了太多 但是不失為一個好的練習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直接做做看 100有沒有可能 111有沒有可能 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好 那第一題呢 我很快的把它做一遍 100的話答案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如果1的話 我就知道它是hightype 我如果看到0 我就知道它是1 2 2 那我如果看到它是hightype的話 我當然就會買囉 那我如果看到它是lowtype 或mediantype的話 就是1 2 2 那我身為一個buyer 在這個情況下 我經過衡量發現1跟-7的平均值 比0小 所以我就不買 這樣OK嗎 然後最後來討論 這些人有沒有動機 deviate Firm 1 I mean hightype 當然不要 那median type 它如果不offer warranty 是賺不到錢 是賺不到錢 它如果改成offer warranty 它就賺得到了 所以這個 這個人有動機deviate 所以這個就不是equilibrium 所以100不會是equilibrium 在這個game裡面 可以嗎 好 那111有沒有人想要來解解看 111給大家看的 首先是如果它現在看到warranty的話 那consumer會選擇by 然後基本上就是 算出來 UctlT大於 大於 那by就是0 大於0 就是這樣子 然後應該很簡單大家應該都會 然後比較有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看到沒有warranty的話 它沒有任何比例 就是 隨便設計 就是pqe的p.qn這樣 然後我沒有先嘗試的去解 就是直接去看出 啊如果現在是 看到沒有warranty的話 consumer選擇 那by的話 呃 對現在就是 就是LT的問題最大嘛 就是 呃 如果 consumer選擇 呃 consumer選擇 by的話 大概0 會選擇by的話 那那個 LType會從 會-1跟11在選 所以它就會跳到 跳到 不 提供warranty 那如果是 呃 consumer選擇 拿by的話 那 那個LType就是-1跟0在選 它也會跳到 那個不提供warranty 所以就不用去接 pn-qz 這個題目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如果你 今天 呃 是個 像比如說像這樣子的 semi-separating equilibrium 的話 那基本上 你的這個belief 就照著update就好了 比較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今天是 pooling equilibrium的話 就會有某一邊 沒有東西可以update嘛 那你的這個 update過的belief posterior belief 就要先放著 那你接下來呢 可以討論 比如說像這樣 如果這邊已經b了 那我這邊b或n 你就會發現 有人都願意db 那這樣子的話 就 這個equilibrium 自然就 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那 試試看另一個吧 000 000的話 會怎麼樣呢 結果就會是 如果大家要知道 分三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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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我們要討論是 如果在看到一的時候 他會怎麼選擇 然後 就可能是b或是n嘛 那如果是b的時候 然後h概念他們就會有動機 要把它變成 lub1等於 這樣 OK 所以如果今天是 如果 今天看到1的話 他們就會有動機 從0跳到b 所以b不會是 就不會是0 然後如果是n的話 就是0 所以他就沒有動機想要d 所以nn就會都是equilibrium 可是就是 或是一個很差 equilibrium 所以大家就是幾次 就是那個 nn就是0.0 然後因為 就是如果w等於0的話 一定是nb 可是w等於1的話 by跟nb有一個 就是條件 然後去算他 就是你要去算那個 他的pulse belief 什麼時候變成b 什麼時候變成n 然後因為他的那個 就是分析圖上面左邊的是 就是6跟3跟負3 所以要在6倍的p1 加3倍的p2 減掉3倍的p3 是小於0的時候 我才會選擇拿來這邊 不然的話 那個會變成pn 然後會變成1 就是一個condition 所以他還有另外一個condition 好的 講得沒錯 首先000的話 你如果是看到no warranty 你就會把posterior belief 設成1 3分之1 3分之1 對吧 這個看到1的時候會怎麼樣 就還不知道 所以假設我們叫他pq 跟1-p-q好了 先暫時這樣做 p跟q跟1-p-q 好 今天如果我看到no warranty的話 我就考慮一下 no warranty 然後我覺得三個人type 都是1 3分之1 3分之1 5加1-7 除以3 所以我會得到不要買的這個結論 可以嗎 如果我看到no warranty的話 那我看到有warranty的時候 有兩個選擇 我可能會買 可能會不買 但是我要是買 我要是買的話 我知道這個東西不會是equilibrium 因為這個時候 high type medium type會有動機跑去offer warranty 他們不會一直停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你就討論n 如果nn的話 如果是000跟nn 的確是equilibrium 大家都沒有動機deviate 但是你要確定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也就是他的believe updating 會make sense 那怎樣make sense呢 這個spire 要在這個情況下 覺得n比b好 也就是說 6p加3q- 3倍的1-p-q 這個是他在 給定pq跟1-p-q以後的 expected profit of not buying 那這個東西必須要比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是buying the expected profit buy的話是這樣 不buy的話是0嘛 所以這個東西要比0小 或者說要小於等於啦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有理由選不買 ok 才有理由選不買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p跟q的限制式 就是得要這個樣子 他才會不買 可以嗎 那你得要verify一下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才行 因為p跟q有他的限制嘛 p要大於等於0 q要大於等於0 而且p加q要小於等於1 所以沒有人可以直接跟你保證 這件事情一定會成立 那你可以試著稍微畫檢一下看看 -3 6p加3p 9p 然後3q 加3q 對吧 加6q 小於等於0 或者說是 3p加2q要小於等於1 對嗎 那 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如果3p加2q小於等於1 那 這個constraint就redundant嘛 或是你真把它畫下來的話 也沒什麼問題 假設這個是p這個是q 那你就是要p這裡3分之1 q這裡1分之1 這樣子 另外一條constraint大概是在這裡 p加q小於等於1 然後最後大家都要是正的 所以就ok 如果pq落在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是equilibrium 好 所以你最終重點是在verify這個region是nonempathy的 因為我要是改那些數字的話 這個region也有可能會empathy 讓這個equilibrium不可能會發生 懂得意思嗎 比如說 要是這兩個數字都 超大 然後這個數字超小 之類的 那你的result可能會變嘛 所以最後這個verification的動作還是要做的 才能確保這個buyer 有在認真的update他的belief 我們考慮我們上課的那個warranty game 但是我們來試著考慮mixed strategy mixed strategy的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我今天假設是seller of high type 咱們來假設他打算要offer warranty 這沒問題 但是我們來假設low type的那個seller 他決定要mixed strategy 就是有時候有warranty 有時候沒有 mixed strategy在商業 真實商業環境上有時候很難想像 你這東西硬要解釋的話就是 你就是出貨的時候順便附一張刮刮卡 然後消費者買了一台筆電的時候 他就現場把它刮開 No warranty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或者是刮開來有 我不是開玩笑 這東西實際上有一些場合有發生 只是不是warranty這個地方啦 比如說你去seven消費的時候 有一陣子不是會抽獎 抽出來一折 實際上是差不多意思嘛 叫做probabilistic的這個seller 好 那不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假設他今天要做這個 或者是他決定要丟銅板 決定他要怎麼做 那總之 如果low type的那個company 他要做這個mixed strategy的話 我們想要analyze他嘛 試試看先把posterior belief算出來 對吧 posterior belief算出來 然後 再試試看 請問這個mixed strategy 有沒有可能會是 一個equilibrium的一部分 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來試試看吧 這個題目啊 其實影片上並沒有很直接的教你 要怎麼update belief 但是如果你知道被釋定理在幹嘛的話 應該可以猜想一下要怎麼做 然後我順你們大家都有印投影片什麼的 所以我就不秀那張圖了 圖就是影片上那張圖 今天這個seller的策略 本來就是一些什麼er0啊之類的數字 0 0 0 1 1 0 1 4種組合 但是現在就不是 因為他現在是mixed strategy 所以我們可以把seller的這個decision 寫法改成是這個的數字寫 high type的offer warranty的probability ok high type offer warranty的probability 然後這個改寫成 low type offer warranty的probability 那我們的strategy就會寫成1跟1 2分之1 這樣子 在這個example裡面 那這個時候要做believe updating的時候 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你有被釋定理的公司嘛 就是長的大概像這個樣子 你想要知道 看到warranty了以後 如果我這個人是high type或low type的機率的話 就把他們全部反過來 這個是 high type的機率 乘上high type offer warranty的機率 下面是剛剛那個term 再加上low type的機率 乘上low type offer warranty的機率 所以回到這一題的話 比如說這個格子 我如果看到warranty的話 我會怎麼想 我看到warranty的話 我會怎麼想 它是high type的機率 當我看到warranty 那就會是上面一個term 下面兩個term 上面一個term就是 ok那 這傢伙是high type的機率 乘上high type的人 offer warranty的機率 那下面就是如法炮製這個term 再加上 再加上 它其實是low type 但它也offer warranty的機率 這樣 可以嗎 然後你把數字帶進去 大概會得到像這樣子 今天呢 high type的機率是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oh sorry high跟low都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high type的時候 offer warranty的機率我們設成一 對吧 我們說它的strategy是這樣 而low type的這個傢伙 它的機率只有二分之一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那你算出來 就會得到三分之二是嗎 三分之二 那很顯然地 如果它們的strategy改變了 這三個數字就會變 你就會算出另一個posterior belief 那如果它們的prior belief改變了 你就會算出另外一組posterior belief 所以posterior belief受到你的prior belief 和它們的strategy的影響 合情合理嘛 這就是算出三分之二 那如果看到low type的話 欸對不起看到no warranty的話 你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不過因為今天no warranty的時候 你就知道一定是low type 因為high type不提供warranty嘛 也就是說這裡的這麼多term 有個term是0 所以你直接就會知道什麼呢 如果今天no warranty 那一定不會是high type 因為我們這裡填的數字 我們define為 你看到那個的時候 你相信它是high type的機率 所以就填0 可以嗎 好我們來討論一下吧 欸覺得這一題是equilibrium的舉個手 不要客氣舉手啊 覺得不是equilibrium的 好沒舉手了 好啦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 我belief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看到沒有warranty 我就覺得這個人是low type 那low type你也知道 這個千萬是不可以買 因為那個產品很雷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買 那如果我看到是有warranty的話 我的belief是三分之二 那你前面也算過 二分之一的時候就已經會買了 所以三分之二就是更會買 所以我的belief 讓我決定要買 所以這兩件事情OK嗎 從belief你可以推得這個 那接下來你就是問 這兩個人有沒有動機deviate 那你回憶一下之前 我們影片中講的所謂的deviate 就是從offer變boreoffer boreoffer變offer 因為那個時候是pure strategy 所以你deviate就是換一招 那現在是mixed strategy 表示你的strategy是 決定這個數字要填多少 然後這個數字 可以是0到1之間的 任何一個數字 對吧 你可以deviate乘0.9 可以deviate乘0.8 可以deviate乘0.4 可以deviate乘0 有沒有任何一個不是1的數字 讓你想要deviate 那對low type也是一樣 有沒有任何一個不是1的數字 可以讓你的expected profit 變得更大 所以是因為現在是mixed strategy 所以你討論的那個action space 變得很大 好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要不要deviate呢 還是要看一下圖 他今天如果全心全意底 100%的offer warranty 消費者就會買嘛 所以他就會賺到8塊錢 那如果他有一定的機率 不offer warranty 那就會跑到右邊 這個時候消費者不買 所以他就會賺到0塊錢 換句話說 他實際上如果把他的decision 想成P的話 他就是找一個P去maximize 8P加上0倍的1-P 他會offer warranty 賺8塊錢 他會不offer warranty 他會不offer warranty 然後消費者不買 他就沒錢賺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P就是1 optimal的P就是1 可以嗎 對於這個後面這個人 那也是一樣 他今天也是一樣 他要找一個機率 來maximize他的expected profit 如果今天我是low type 那我問哪個機率 可以在這個後面的這個情況下 最大化我的expected profit 那如果我offer 我就會 產品會賣掉 這個時候 就是 賺到-1 如果我offer 產品就會賣掉 我就會賠1塊錢 那我如果不offer的話 我就會賺0塊錢 對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optimal solution 就會變成是0 對吧 換句話說呢 1 2不好 這個機率應該越小越好 因為你身為一個low type 你一offer就賠錢 一offer就賠錢 所以你就是應該是不要offer才對 所以在這個example裡面 這個low type會想要 deviate 他不會一直維持在這個1 2 2的 strategy 他就會變成不賣 不賣 對不起不賣 不賣warranty 可以嗎 所以雖然我們只給你看了一個example 然後實際上有千千萬萬種組合 這裡有千千萬萬種組合嘛 但是你在這個analysis下 你還真的是刪掉了一大堆 對吧 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像這個case 雖然你允許他mixed strategy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 大家要嘛0 要嘛1 才會是最好的 所以很有可能即使你允許商家 或者是買家做mixed strategy 最後得到的equilibrium還是pure strategy 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啦 但是你得要有能力分析這個東西才可以 那當然是挺複雜的 挺複雜的 不過本質上的邏輯是一樣的 好這個題目呢是這個樣子 今天啊 我呢把一個warranty offering的signaling game 放在figure 2 在這個game裡面呢 跟投影片的game的唯一的差別 就是他的prior belief不再是1 2 了 而是叫浪打 所以圖長得像這個樣子 你發現這個章魚圖長得一模一樣 只有這裡從1 1 2 1 變成浪打 1減浪打 表示消費者在看到任何事情之前 他先天上覺得這個商家是high type的機率是浪打 這東西可能是因為這個商家在這個地方 已經祖傳了三代啊 然後老爸跟這個祖父 都非常的認真啊好孩子啊 然後就是誠懇啊 所以你就覺得這個浪打應該蠻高的 但是現在換成那個兒子接班的 你不是很確定他到底high type還是low type 但是你覺得應該是high吧 那浪打就挺高的 或者是反過來 這個公司前陣子才爆出甲油啊 或者是什麼地溝油啊 收水油啊或者是這個等等東西 你就覺得雖然他們號稱已經改過自新了 不過浪打應該蠻低的吧 類似像這樣子啦 好 所以浪打不一樣 那我們總之想要analyze他 今天 我們來 Eventually 你要對每一種浪打都能解出結果來 比如說浪打要是大於等於十二分之七 浪打大於等於十二分之七 來解解看 這個equilibrium會長什麼樣子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進階的題目了 給你一個浪打的range 你就要把所有可能的equilibrium全部考慮進來 一口氣告訴我們哪些會是equilibrium Thether有四種可能嘛 一個一個的看 誰會留下誰不會留下 浪打大於等於十二分之七 來試試看吧 找出所有可能的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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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pure strategy就好 首先就是 主要是 這邊嘛 要看一組一組一組 就是 那些seller 他們 他們在均衡的時候的策略 然後就從110011001開始一個一個去對 然後如果是11的話 就會混合均衡 那他就看不出來 就是 在提供0的時候 他沒有任何資訊 所以這邊的equilibrium是0到1 都有可能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 因為都是1 所以他就是 爛打的機率 可能是high time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去算 那Consumer他最後 他最後的 策略就會是 B跟N 那 這邊的話就不會有任何人想要去 deviate 所以他是一組一層可以做 然後你看這捧合均衡 那在左邊這邊就是 沒有任何資訊 所以這邊 他是high time的機率可以是從0到1 那是low time的話就是爛打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Consumer他會選擇by 因為他high time的 他這邊的先驗機率是大於12分之7 所以這邊的期望值是12分之7乘上5 加上12分之5乘上-7以上 所以會大於0 所以他就去購買 那這時候就回去檢驗 在這邊的話 他可能會是買或是不買 那不管買或不買的話 這兩個廠商他都不會有動機去 deviate 因為他們這邊 11跟11是最高的效用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兩個均衡 就是BBE或是NBE都是均衡 所以到現在有三個均衡了 然後最後一個均衡的話就是 就是high type提供然後low type提供保固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believe就會更新成 提供保固的情況下 high type的機率是1 不提供保固的情況下 high type的機率是0 那這個時候就是 跟前面的算法都是一樣的 那Consumer他提供的策略是B跟N 那也一樣就是不會有廠商有攻擊區域地點 那所以最後會得到四個PBE 那有三個是混合策略的 然後一個是分離策略的 好 跟剛剛一樣 後面那三個都要加Condition 對啊 就是Q跟P的Condition 因為還不知道就是 如果0.01都還不知道另外一邊的分離是怎麼樣 所以還是會有Condition 所以不會真的合適 大家聽懂我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 當你比如說在這裡 你說Customer的Decision會是買或不買 然後Seller是Warranty Warranty 然後這裡有01嘛 你得要確定01的裡面有某個 non-empty的region 使得Customer的不買的這個決策是合理的 這樣子 因為Customer可以任意的決定他的這個 沒看到Warranty的時候的belief是多少嘛 然後要能夠支持他的不買的這個決策 這樣子 OK 那實際上當然是有 只是你真的要把答案寫出來的話 你得要說我們這個地方的belief會是多少 那這個地方一樣的道理 你說有可能BB也有可能NB 這個東西要B的話的機率要寫下來 然後N的機率要寫下來 才能夠算是完整的答案 因為Customer你剛剛說第一個那個也是一個月份嗎 E1那一個 E1 E1 還是說他不是 我說他是 那他應該不是吧 對啊 因為Firm Losite應該會想BBN到 他快來合結 對 所以他應該不是 對 就這樣 大家知道嗎 這個 這個東西假如是equilibrium的話 那Firm 0 對不起Low type Low type offer warranty了以後會被買 他就會賠1塊錢 這個時候他其實應該是要DVA 然後不要賣 Warranty 那東西就不會賣掉 他就不會賠錢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 那後面兩個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吧 對 那我們把答案summarize一下 summarize一下 這個情況下可能會有 00BB 欸誰幫我算一下這個機率要是多少 9P大於1 P大於1 9P大於1 9P大於1是什麼東西 P大於九分之一嗎 P大於九分之一 欸稍等一下 今天如果兩個人都不offer warranty 然後我說這個這樣子 然後我要買 8跟-1 然後我決定要買 九分之一是吧 嗯 好九分之一以上我就買吧 九分之一以上我就買 所以是九分之一以上我就買 好 看得懂這notation吧 就是 spire在沒看到warranty的時候 如果他 欸怎麼樣 可是現在不是應該是在看消費者他決定要不要買 對不起 錯了是6跟-3比 不是8跟-1比 對吧 你是那意思嗎 對不對 講得非常好 所以應該是三分之一 好感恩 我覺得是三分之一 如果我 自顧自的相信 是high type的機率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話 那 我的expective TH就夠高了 那我就 我就 我就會買 好 或是 如果我希望是NB的話 那就會是0到三分之一 那這樣我就不買 好 或是 嗯 10 B N 1 0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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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perfect bation bation equilibrium perfect bation equilibrium 它是 我們在講 signaling game的時候的equilibrium 我們給它一個特別的名字 那 實際上我們這個課 因為盡可能的 想要讓它不要那麼的technical 所以我們對於所有的equilibrium 都是一律統稱equilibrium 沒有特別分說 這個東西是哪個equilibrium 那個東西是哪個equilibrium 就是沒有講到那麼的detail 不過 如果你上的比較 比較更 rigorous一點的賽局的課的話 就會 它們每一種equilibrium會有不同的名字 這樣子 好的 感謝 然後 這裡還有提到一個重點 雖然說 lambda現在不一定像之前的題目一樣是二分之一 但你發現 等一下我要是給你另外一個lambda的condition 也有很多東西是不用重做的 對吧 比如說那些separating equilibrium 實際上跟lambda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吧 所以我等一下給你別的lambda的時候 你 只要考慮 pulling equilibrium 會不會存在就好了 對吧 試一下吧 如果lambda小於等於三分之一的話 possible的equilibrium是什麼 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 separating就不用煩惱了 考慮pulling就好 好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 無論如何你知道 他有一個separating equilibrium 基本上只要照抄就好了 對吧 然後另外一個separating equilibrium的possibility是不存在的 就是01不會發生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還有什麼可能性 當lambda小於等於三分之一的時候 可能會怎麼樣呢 那首先我們想知道11有沒有可能 11有沒有可能 如果11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看到warranty 我就覺得 no information 對吧 所以就還是lambda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看到沒有warranty的話 他可以是任意的值 所以我要問這裡我身為一個buyer會怎麼做 buyer如果看到lambda 而且lambda小於等於三分之一 那即使有warranty他也不會買 對吧 即使有warranty他也不會買 所以這個時候是n 可以嗎 這個時候是n 我buyer看到有warranty 我的posterior belief就是lambda 這個時候因為lambda小於三分之一 所以我是不會買的 ok 那這個時候這裡可能會b跟n 因為這個可以是任意的值 但這個如果是b的話 就不會是equilibrium 因為這樣子seller一定會deviate 你buyer for warranty反而他會買 所以這裡只能是n 這裡如果是n的話 基本上就一定 只要這裡ok就好了 因為都不買就是每一個人都賺零塊錢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理由好deviate 那這裡的話你需要讓他是n 需要讓他是n的話 表示說當我看到沒有warranty的時候 我覺得不買比較好 那就是表示我的posterior belief 要設在十二分之七以下 是嗎 十二分之七以下 ok 如果我的posterior belief是這麼的小 那這就是equilibrium 同樣的道理 如果這裡是00 那我一樣問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會發生 00的話就是這裡是lambda了 那這個時候因為lambda小於三分之一 太小 所以他一樣不會買 他一樣不會買 那這個時候這裡可以是anything 我看到有warranty的時候 the belief可以是anything 所以我這裡 我看到warranty的時候 我買或不買都有可能 但我如果買的話 00也不會是equilibrium 因為大家會deviate 所以這裡只能是n 那這裡要是n的前提 就是我的posterior belief 設在三分之一以上 ok 講錯了對不起 我要n嘛 所以是三分之一以下 才會不買 這樣可以嗎 那做起來當然是很tidious 不過你慢慢做的話 邏輯都是一樣的 所以最終還是做得出來 那假如沒有錯的話我們就往下 只剩下最後一個要討論的 今天 第三小題 毫無意外的就是 如果lamb借於兩者之間 你要怎麼樣 那不要花時間做了 我們就把答案寫下來 理論上應該就對的啦 那大家回去可以verify一下 所以呢這個東西 反正你知道你要做的話做得出來 對吧 要做做得出來 好 那現在我們有這個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是這樣子 不同的lamb打 會不會讓equilibrium長得不一樣 顯然是會嘛 顯然是會嘛 lamb打如果很大 有這三個equilibrium lamb打如果介於中間 有這兩個equilibrium 然後lamb打如果很小 有這三個equilibrium 對吧 所以挺混亂的 但是今天你如果考慮我們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說 lamb打如果小的話 reliable的firm 會不會有更高的incentive 去offer warranty 來signal他的reliability呢 再想一次這個問題 lamb打有點像是 消費者先天覺得這東西好不好 對吧 其實我東西很好 只是消費者先天你就不覺得 的話 lamb打如果很小 我有沒有更強的動機 去offer warranty 然後根據這裡的result 大家來討論看看 跟你的組員討論看看 我有沒有理由 offer更多的warranty 這是一個equilibrium的問題 所以這裡沒有什麼要計算的 看著這些東西來猜猜看 你覺得是或不是 是消費者天生就覺得你東西很棒 你才要offer warranty 還是消費者天生覺得你東西很爛 你才要offer warranty 這題目呢 談不上我什麼標準答案 你也沒有辦法算什麼東西出來 做verification 但嚴格講起來呢 其實你算的這一些東西 就是在做verification 你今天看了這個題目 今天這本質上是一個 research question 對吧 我有一個商家賣一個東西 他的quality是heathen的 消費者怎樣這樣 如何如何 請問 當你把Landa想成 比如說就是這家公司的名聲 reputation 就是聲譽商譽什麼的 這間公司到底是 商譽很好的時候 比較想offer warranty 還是商譽很爛的時候想offer warranty 還是商譽不上不下的時候想offer warranty 來signal他的quality 大概是這樣子的問題 對吧 或者是說 商譽怎麼影響一家公司 要不要提供保固之類的 大概是研究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底下 可能有非常多種解釋的理由 signaling是其中一種 那我們呢 於是 這問題實際上很難回答 對吧 你如果今天拿剛剛我們那個 一家公司的 生譽的高低 如何影響他要不要offer warranty 去路上隨便問 每一個人給你不同的答案 有的人覺得高的要 有的人覺得低的要 有的人覺得中間的要 有的人覺得都沒有用 之類的 所以他 你光用intuition想 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我們就 好 那我們來build一個model 至少在我們model的框架底下 我們試著用推出來的結果來做解釋 今天你公司如果這個 生育很高 你看到他有一個separating equilibrium 一般來說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 就是你offer的warranty了以後 成功的可以signal你的quality 讓消費者覺得 欸 棒 這個相對的比較不好 因為在這兩個equilibrium底下呢 你是不offer warranty的 然後消費者也分不出來誰是誰 不過也不是那麼糟 因為這種情況下還是有可能 會賣出東西 對吧 in some sense這個反而是最好的 因為你知道不offer warranty 就有人買這個是最棒的嘛 那這件事情只有在這個時候 有可能會發生 就是你先天底這個東西就 大家都覺得應該很不錯 才有機會你不offer warranty 他也賣得出去 對吧 所以 這裡 你光看了這裡的話 嗯 要是offer warranty可能會賣出去 不offer warranty也有可能會賣出去 到底要不要offer呢 欸 還不太確定 那就看下面這個 假設這邊lambda有點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的 這個時候你offer warranty 東西賣出去 不offer就賣不出去 這個時候還挺有動機要offer warranty的 那最底下這個 假設你東西就是大家就是 你就是過街蟑螂就這樣喊打 這個時候如果你offer warranty 也有可能會賣不出去 不offer的話就賣不出去 這樣子 所以這裡也挺尷尬的 不offer是一定不行 但是offer也有可能做白工 這樣子 雖然這個做白工是不至於會賠錢啦 在我們的model裡面 但是實際上就會稍微賠一點或怎麼樣的 所以你這裡也可以說動機沒那麼強 因為你offer的不一定有效 對吧 offer的不一定有效 這裡是不offer說不定也有效 所以真的要說動機很強就是這個 這邊這個model的話 by不一定會比notby來的更好 所以不能說我讓消費者買 我覺得會變得比較好吧 因為像左邊那邊 如果我是low type offer warranty的話 我by消費者買的話 我的utility是-1的 所以不能說這樣子移過去會比較好 欸講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討論的不是high type嗎 那個reliable firm的decision making 對 所以我們是討論high type 就是今天想像 想像我其實是high type 我們這個game裡面 老是跟你說有high type low type 其實不是的 他只是抽象化以後的結果 實際上就是那裡有一家公司 你消費者不知道他high還是low 他就是一家公司 他實際上比如說實際上就是high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然後我們想問的是 聲譽的高低會不會影響他 offer不offer 他實際上就是high 對 那這個時候 如果是他實際上就是high 他就是盡可能的希望消費者要買 這樣子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對 那你來再進一步想想看 為什麼 是我宣稱 浪達在中間的時候 最有動機offer warranty呢 欸 要是我的浪達已經很高了 也沒那麼需要offer warranty 對吧 就像剛剛說的不offer 還是可能會有人買 那要是浪達很低的話 offer很可能會沒效果 因為這個 對吧 我offer warranty 但是那個想像中的 虛擬的 我的low type的那個競爭對手 他有可能會假裝他是high type 而且這件事情 只有在浪達很低的時候 才有機會發生 消費者自己也知道 low type的人 他offer warranty 很可能會吃虧 但是這個吃虧吃到什麼程度呢 是不一定的 在我們這個有點尷尬的scenario裡面 如果浪達夠低 也就是消費者先天敵就覺得 這個商家應該是爛商家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身為一個好商家 你offer warranty 還是很有可能會被爛商家 他這個假裝 然後混淆這個消費者的觀感 實際上 quality你不知道嘛 消費者不知道 於是你就想 這個傢伙offer warranty 看起來是想要保證他的東西很好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人覺得 沒有啊這個東西 他有可能是假裝他很好 對吧 所以重點是看那個假裝的成本 到底有多高 當你的浪達小的時候 消費者先天就覺得這些人都是一些爛人 就是一些爛商家 所以基本上都是混在一起的 你很難透過offer保固來 讓大家覺得你東西其實很好 因為你很有可能會被假裝 或者是說消費者相信你有理由是假裝的 所以呢 當浪達很小的時候是很難做的 浪達很大的時候又不是很需要做 所以浪達在中間的時候做起來效果是比較好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看法 或是要補充的 浪達夠大的時候是不是 兩個商家他們都沒有動機 就是去提供 就是 零零 都會買 然後就變成 一零的那個separate的軍服就不會出現 那他就是 可以說他完全沒有東西要提供 而不是他會 覺得 就是 對就是那個意思 他就是不可能會提供 保固 今天我們說 這裡至少有這兩個equilibrium 對吧 一個是零零 一個是一零 然後消費者就是會 要買就是都買 要買就是買或不買 那你從商家的角度看的話 這東西似乎蠻不錯的 對吧 我自己不用提供warranty 消費者又會買 然後 然後怎麼說呢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對廠商來說 似乎這個equilibrium 比這個equilibrium來的好 對吧 偶爾你會發生這種情況嗎 你今天解一個game 這個game有multiple equilibria 然後呢 他們同時存在 其中你還發現 有一個equilibrium 比另外一個equilibrium來的dominant 就是大家在那個equilibrium 底下都賺比較多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嘛 但是即使是這樣 這兩個equilibrium 還是有可能 同時都存在 你也很難說 哪一個equilibrium 就一定會消失 因為大家沒辦法約好一起 移過去 對吧 所以in general是有可能都存在的 不過回到signaling game的話 就像 大部分你知道的game一樣 如果你一個game analyze下去有multiple equilibria 就會有人提出refinement 就是所謂的 我對equilibrium的定義 我在定義的更嚴謹一點 你知道equilibrium的定義 基本上就是 沒人想要deviate 對吧 那就是equilibrium 實際上呢 你在更深入的領域裡面 可能會define成 在某些condition下 沒人想要deviate 之類的 那他的細講 當然現在是不可能會有時間 但是實際上是 你可以有更嚴謹的 equilibrium的定義 讓你可以刪掉一些點 這樣子 然後呢 那就會有不同的學者提出不同的定義 有的人說 欸我提出這個定義 把這個刪掉 有的人說 欸我提出那個定義把那個刪掉 就是有一些刪去的criteria 那至於誰好誰不好 那就是學術界會有一些評論嘛 符合食物啊 是不是很通用啊 等等 就沒有辦法在這裡跟你講 實際上signaling game的 這種equilibrium 他有一些 refinement criteria 是應該要講的 不過 沒時間就不耽誤大家的青春 以後來開門課叫做高等資訊經濟 有機會再說 但總之 有不同的定義 可能會讓 比如說這個消失 這是有可能的 對 不過 如果 直接看的話是不一定 還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所以 signaling我們今天 我們這門課就講到這兒而已 之後你看了paper 也都沒有用到signaling的 但你做project如果想要 倒是可以來試試看八爪章魚啊 姐姐看啊什麼的 那這裡只是一個小小的example 在show跟你說 signaling這樣的model 可能可以幫你回答什麼問題 這個可能是一個 就是什麼 外部因素 讓signaling 更容易成功 或是更不容易成功 你這個例子的話 就是跟你講 生育這個東西 不要太高不要太低 最適合做signaling 其他還有很多別的 比如說 這裡有RH跟RL RH跟RL 差的很多跟差的很少 會不會讓signaling 更容易成功或失敗 實際上當然也是會 RH跟RL如果差很多 signaling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你有很強的動機 要signal你的high quality 如果差不多的話 你被誤認為low 其實消費者也覺得沒什麼差 就不需要signal了 這個intuition是這樣 那你也可以一樣 建model去verify這件事情 你把RH跟RL 變成變數 跑來跑去 他就可以像這裡 把浪達跑來跑去 來做出更深一層的解釋 然後其他當然還有別的 比如說 warranty的 我把東西修好 我商家要付出的cost 高或低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我signaling的decision 或是這些東西的交互因素 那最後 你不一定是offer warranty 來做signaling嘛 你可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硬要做的話 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做的 那比如說 各位的期末project 不是要做referral嗎 你也可以想想 我要是referral 放在我的網站上 會不會有什麼signaling的效果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可以想想看 我可以看